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这次课程中我们要来练习分秒的换算啰 今天狐狸猫出门搭公车 到路口等红灯时 狐狸猫看了一下等公车的APP 发现公车再两分钟就要到站了 而红灯还要再等88秒 小朋友 狐狸猫能不能赶上公车呢 公车再两分钟就要到站 我们先把两分钟换成几秒后再来比较 一分钟等于60秒 所以两分钟也就是 60乘以2等于120秒 红灯要等88秒 公车到站要120秒 等红灯花的时间较少 所以在88秒后 狐狸猫会先过马路 接着公车才到达 因此狐狸猫能够赶上公车 在公车上狐狸猫遇到苦瓜 苦瓜说他今天等公车等了7分钟 请问苦瓜等了几秒呢 在车上狐狸猫与苦瓜聊起他们昨天晚上做了些什么 我昨天晚上完成美术作业了 我折了一只很漂亮的纸鹤 一只就花了我8分3秒呢 小朋友 你知道8分3秒也可以说是几秒吗 我们知道1分等于60秒 8分钟也就是60乘以8等于480秒 所以8分3秒也就是480加上3等于483秒 我昨天复习了体育课教的健康操 原来一手有整整6分25秒 难怪跳完都会有点喘呢 小朋友 这次换你来练习看看吧 6分25秒 也可以说是几秒呢 经过这几次练习后 我相信你对于预时分秒 这些时间单位的换算更加熟悉了吧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